飞飞飞飞飞蝶 飞蝶 五蝶 王王子骄 那天都兴起 都兴起 飞蝶 五子骑 欢迎来到飞蝶五子骑我是黄子骄 这里是飞蝶联播网5月27日 5月真是过得惊心动魄 本来因为我有一些新节目陆续要上档录制 5月本来会很忙很忙 忙到真的大概只有一天半的休息吧 团队也是这样子 后来因为月中的时候的疫情急转直下 接下来会是什么 没有人说得准啦 平安健康最重要 当然听众给大家多体谅 可能会听到我们的节目很多都是预录的 但没关系 如果你有些心得分享 我们依然会在 《黄子骄之飞蝶五子骑》的粉砖 PO出每天的预告 还有当天的节目表 在傍晚五点前会有节目预告 在节目之后呢 会有节目单 歌单 扮演一点 还有重播 那么如果你有些想聊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三不五十会上去看一下 也算是一种即时的互动 虽然没有办法在店 这样的live做节目 即时的互动 报时给你听 但节目依然是好听的 你也可以在家安全的防疫 自我的隔离 然后听歌 再做上网的交流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保罗麦卡尼 这位西洋乐坛的大哥大 这张专辑非常恐怖哦 他的名字叫 麦卡尼三 整张专辑 都由他一个人包办词曲创作 还有乐器演奏 所有你听到的乐器 都是他不断地重复演奏录下来的 把它组织在一起了 这个系列已经造了第三集 但是上一集到现在 中间隔了三十年 我是担保 我感觉有点可怕 这三十年会发生多少事啊 你确定你不早点开始做吗 第二集到第三集隔了三十年 过去是披头四的成员 他综合乐坛六十多年 然后他的女儿是Staylon McCartney 也是之前跟奈良美智合作的英国品牌 你也就知道奈良美智是个怪咖 他会选择这个品牌一定有原因的 78岁的Paul McCartney 已经是超级资深的教父级Beatles Winz这些乐团之外 他得了很多的奖项 为什么会有这个三十年后的启动计划呢 其实也跟去年的疫情封城有关系 我们今年经历到的事情 人家很早就经历了 2020年他就被迫待在家中 然后因为封城 他就毛起来做音乐 一个人包办我的词曲创作乐器演奏 就完成了这张专辑 这张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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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词 即使很长的 吉他 doodoodoo feel the interior d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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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a se stairwell doodoo doodoo 如果要他選擇說不封城很自由 還是說封城做了一張這樣的專輯 不知道怎麼選 也許就是因為沒有封城太過自由的日常 導致沒有那個動能說 我們來毛起來做一張這樣子的全部自己來的 怎麼說呢 但有些時候就是命運的安排 像在五月中疫情升溫的前幾天 服裝設計師周玉穎跟他的太太小白 創造了一個全新型態的fashion show 先驅者沙龍 當時我也有在臉書分享 老實講平常po工作的分享 按讚都會比較少 通常各位在社群 還是比較喜歡看lifestyle 生活的分享比較多 可是那一篇卻超越了很多我的日常的交流 可能我po這個雞胸有2000個讚 可是那篇工作的卻有一萬個讚 當然裡面出現很多怪人物 什麼董志成的草菅迷生 很多很多董哥這個實在太像了 那麼這個活動我後來事後覺得說 天啊真的是老天保佑我耶 因為它規模很大很複雜 然後又是第一次說跟劇場合作 用所謂的舞台劇的方式跟場域來辦服裝秀 然後又有這麼多綜藝咖來做模仿 我的媽呀 然後台下幾百人 在辦完之後的兩天我約了他們兩個吃飯 當然我們沒有聊太多 因為結束就結束了啦 就是他們也是屬於很達官的人 因為很樂觀開朗的人 不會在那邊抱怨什麼的 就一定有很多過程嘛 甚至很多人都想離職了這樣 可是呢他們都很樂觀的往前走 也有很多不同的計畫 可是我就在想說天啊 好險我們提早約吃飯耶 不然後來根本就不敢約了 然後好險他們相對是在那個禮拜辦的耶 不然的話 那個籌備了半天喔 可能也是要不了了之了 那有時候還是運氣不錯的了 這樣專輯還有一首歌 也想播給大家聽 來自保羅麥卡尼的麥卡尼3 請記住你聽到的所有編曲 不管是一把吉他或是鼓啊 都是他自己完成的 那就是不宜群聚啦 那下來了 妳唱會記得今天 這是不宜群的 中文出貨或是鼓啊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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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奖 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讓眼淚流下來 Hold you tonight 讓悲傷擁抱我的愛 我給你自由 只求你現在全部都給我 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讓眼淚流下來 Hold me tonight 讓悲傷擁抱我的愛 短暫地擁有 這換來明天更長的寂寞 為什麼要說 你永遠愛著我 難道這是分手的藉口 我不在乎別人 在背後說什麼 我只相信在你懷中 以為的溫柔 兩個人的世界 總沒有對和錯 不要因為我感到罪惡 明天以後你就要回到他身邊 傷心的人 依舊是我 什麼話都不必說 Baby don't say goodbye 只要緊緊擁抱我 Baby hold me tonight 我好不強求愛情 天長地久 我只在乎 這一刻 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讓眼淚流下來 Hold me tonight 讓悲傷擁抱我的愛 我給你自由 只求你現在全部都給我 Baby hold me tonight Baby baby don't say goodbye 歡迎回來 歐陽飛飛 Hold me tonight 讓悲傷擁抱我的愛 短暫地擁有 就換了明天更長的寂寞 我們剛剛聽到的是一些 這兩年的大哥出片 其實不是大哥 已經是阿公了 回到民國83年1994 金鼎獎 沸沸姐得獎了 五月中我的一個專欄就寫到說 如果是在現在不知道 菲菲姐會不會入圍或得獎 因為金曲獎的口味一直在變 我們現在聽到的是 在當時得到了 演唱金鼎獎的作品 《擁抱》 裡面他寫說 在日本得了很多獎 卻沒有一次 在國內得獎 很怪對不對 同樣的歐陽飛飛 為什麼在台灣這種不給獎 跑到日本得了獎 然後那時候得到金鼎獎 那麼 每個獎都有自己的選擇 金鼎獎 金曲獎 或是早期的金鐘獎 也有男女歌手 那時候沒有金曲 同一年 民國83年是1994年 金曲獎好像到了第六屆 還第五屆 我查了一下 前後兩年 鳳飛飛 連入圍都沒有 可是他卻在金鼎獎 得獎 最佳演唱 所以我就覺得 啊 這個這個標準啊 很有趣啦 沒有什麼絕對的標準 假設你真的是覺得獎很重要 我只能勸你別太在意 不然我現在問你去年最佳金曲獎 男歌手是誰 誰啊 沒有人記得對不對 大眾會忘記啦 但當事人會記得 他家人會記得 他公司會記得 他的粉絲會記得 還是有他的意義啦 絕對有啦 可是真的不能太那個 就是 你看 誰敢說菲菲姐不會唱 可是同樣的那一年 同樣的音樂獎項 一邊得獎 一邊連入圍都沒有 當時他的對手有張青芳啊 很多很多人 就是這樣啦 那麼當年還有哪些人得獎呢 不同類型的獎項 當然有不同的得獎者 跟音樂曲風 唱片出版金鼎獎 得獎作品 是一張台語的創作兒歌 讚不讚 超想把它買來聽的 那這就是獎的意義 獎呢 讓你認識一些不同的世界 原來有這些東西你不知道 這也是金曲獎這幾年很努力在做的啦 幫你挖掘一些新的世代的名字啦 但是像舊世代的萬芳啊 蘇慧倫啊 或之前入圍的周華健啊 我都很替他們開心 中華民國83年唱片金鼎獎得獎合集 是我在網路上飆過來的行政院新聞局 一些的行政院文化部的發行 到後來金曲獎其實也都有出年度得獎作品CD喔 非賣品 可能只有評審啊 像我之前去主持的時候 我都有拿到過 又會寄過來當禮物 後來沒主持的時候 我就再也沒拿到了 就上網買也是有啦 有人會拿出來變賣 變賣那些人就不要給他了嘛 真是的 下次要寫編號 對不對 001寄給黃子嬌 002寄給陳正川 003寄給誰 市面上如果被抓到誰拿出來賣的 就再也封鎖他 不要找他再參與相關的活動了 我們這種想要的拿不到咧 還好後來我有認識文化部的好朋友 他就從一些庫存的部分呢 就給了我幾張 Anyway 金鼎獎這個呢 我來不及參與啊 1994年金鼎獎離我很遠啊 還好現在有 雅虎拍賣 所以在拍賣上面就找到了 分享給大家 我們繼續聽下去 當年得獎的作品呢 還有像是潘莉莉的台語專輯 很多很多很厲害的名字 其實在那個時候都受到了肯定 議員 作詞 啊 該新聞 沒刮 沒青春 黏刮和手刮 本來是只兩輩子來說 跟一般來說刮窯 刮和窯本來是不一樣 有鮮肉叫刮 沒鮮肉叫窯 但是這種的 大家一般都把刮和窯 分出一個來說 叫刮窯 說到我們台灣的刮窯 大概可以分出兩部分來說 一個叫做竹林刮窯 一個叫做創作刮窯 竹林刮窯就是 傳統的刮窯 在我們義蘭地區 所謂的柔柔檔 在行春地區 所謂的師兄氣 超年人過天 還有在柏南地區 大家在唱六個夢妮 一隻隻好久久 六個禪水 補刮窯 這種刮窯 都是經過一代傳入一代 一個人傳入一個人 這種的 原室的刮窯的原廁作者是誰人 我們已經都不知道 而且這種刮是經過很多人去改編 這種已經流傳很久的問題 已經跟我們台灣人的心聲合作 跟我們台灣人的感情交渉一堆 這種我們所說的這個 傳統的刮窯來對 有很多真好聽的問題 當然有很多刮窯已經失傳了 所以我們說如果要整理這種文化崇散 是要經過很多人去飛 很多精神 跟很多時間去記錄下來 這款的歌 只能一代一代傳下去 我先去我們的老祖先 讓我們一句話 那句話就是 來啦 另外一個得獎的作品 又在講故事囉 台灣歌謠尋根 是不是很棒 又說又唱 夢春風 上陽唱片發行 上陽唱片現在還在 感覺應該去把它買回來 當年的推薦優良唱片獎 推薦優良唱片獎 在聽這張專輯的時候 非常的開心 因為真的是 人家都把你整理好了 所有的得獎作品 可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們是不是真正那一年 最怎麼樣最怎麼樣的 這絕對是見仁見智嘛 你當然不能說 張青芳唱書歐陽飛飛 不能這樣講 可是就是有一些 角度啦 就是評審的角度 那每個獎都有不同的選擇 再來這個獎 好多動物哦 是什麼獎獎 演唱鯨鼎獎 剛剛有歐陽飛飛 現在是劉浮柱 二十四節氣 上下兩張專輯 把這個節氣做成歌 太厲害了 是咱人 這不只是唱得好吧 這也很難寫好不好 好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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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能了解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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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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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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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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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